第一章 宝藏 宝藏 自罗峰从九幽时空归来前修 只过去五百年 祖神叫宝藏之地 山脉连绵一眼看不到尽头 山峰作作或是巍峨或是险峻 在山峰间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湖泊 都好久没心的宝藏出现了 都说宝藏之地 隐藏无数宝藏 一名异族盘踞在哪 那蛇尾尾巴间随意扫荡着 将后面的山石摩擦得干干净净 经常出现宝藏 那还得了 认你是宝藏再多 漫长岁月也会耗光 宝藏不出事就没意思 宝藏出事 那场景真的是震撼 蛇尾一族呈三角形的毛子满是期待 多期待 那场景是为我而出现 哈哈 你在宝藏之地 都逛了千万次了 死心了吧 忽然 是刀河王 刀河王来了 刀河王当年从九幽时空归来后 很快消失 这么多年都一直没现身 这一出现 竟然就来宝藏之地 在哪呢 刀河王在哪呢 传扬者们很多都摇摇朝四周看去 有些甚至于腾空而起 在高空中摇摇观看 很快锁定一个方向 只见一身银甲的人类青年 正破空飞行 直接飞向整个宝藏之地最高的那一座山峰 罗锋扫了眼四周 暗自笑道 看来我也成了这祖神教传承者中的风云人物了 对此 罗锋心中也只是笑笑 这五百年来 在修炼方面 进步也不小 特别是感受着 那第三分身孕育的不断成熟 自然心情非常好 估计再过一百多年 第三分身就成了 到时候差不多就突破为不朽了 在突破不朽之前 我可得来这宝藏之地逛逛 罗锋目光扫向这藏有无数宝藏的苍茫山脉 我现在是戒主身份 说不定有一些超级存在 专门为戒主及传承者准备了些宝物 若是我突破为不朽 可就得不到专门为戒主准备的宝藏了 错 罗锋第一个目标 选的就是那最高山峰 因为整个宝藏之地的 一百零八座最高山峰 藏着最珍贵的一百零八种宝藏 只是有四十二处 在历史上被传承者给得到 剩余的依旧在等着有缘生命 看刀河王去了最高山峰 看来 刀河王来宝藏之地 也是为了获得宝藏啊 我还在想 这刀河王刚来时 虽然来过一次 可和被山尊者斗了伺候 就离开了 并没好好逛宝藏之地 还以为他对宝藏之地没想法呢 总算来了 宝藏之地 一百零八座最高山峰 藏着最珍贵的一百零八份宝藏 这一去就去最高山峰 这名阵宇宙的超级天才野心也大着呢 在远处的众多异族强者中 也有些对罗锋极度乃至仇恨的 哼 一声冷哼 从那站在其中一座山峰之巅的沟楼身影传出 它有着金色棕毛 金色眼眸 只是腰 却是弓着的 仿佛一头时刻 欲要扑出的野兽般 费晶王 你说那刀河王能得到宝藏部 他直奔最高山峰呢 旁边另外几位传承者说着 费晶王阴冷看着 痴笑一声 最高山峰的宝藏 自祖神礁开辟这宝藏之地以来 就已经存在 据传 乃是其中一位祖神亲自放入 到如今这漫长岁月 历史上也有借主级的特殊生命 可就是没谁能开启那宝藏 至于刀河王 他还差得远 肯定符合不了那宝藏之地开启的条件 旁边几位传承者都连点头 费晶王 一道声音传来 一道巍鹅身影飞来 费晶王看了过去 来者正是贝山尊者 贝山尊者那独眼先是瞥了远处的罗锋一眼 虽记道 这刀河王 消失这么多年 突然来这宝藏之地 看来得到宝藏之心很强烈呀 依我看 他恐怕是白忙活一场 滚 费晶王 却是突然冷喝道 贝山尊者独眼瞪得滚原满脸错愕 哼 你跟那刀河王有些矛盾 我和他有仇怨 你以为就能攀交上我 你这个独眼 上次还欺负了我北疆联盟的不朽传承者 快滚原点 我懒得理你 费晶王 却是露出獠牙 金色双眸冷视贝山尊者 贝山尊机器的身体发抖 他堂堂宇宙尊者 早听说 这费晶王本性阴狠 贪婪 难以亲近 所以 一直没真正刻意接触 而这费晶王 显然和刀河王结了仇怨 他也和刀河王有些矛盾 在他看来 双方有共同的目标 应该关系能亲近 和费晶王结交 是他极为愿意的 费晶王现在 实力就不比他差 而且费晶王 一旦跨入宇宙尊者 只要在稍微魔力下 便很快会成为 宇宙霸主层次的存在 好好 好 贝山尊者气得发抖 面孔在抽搐 费晶王 你够狠啊 贝山尊者咬牙切齿 随即怒哼声 便直接费离开去 费晶王看着这一幕 只是吃笑声 什么东西 旁边几位传承者们 彼此相识 暗自惊叹 像费晶王 竹虫王他们完全可以 不给一些宇宙尊者面子 因为他们有这个实力 当然 宇宙尊者和宇宙尊者 也有区别 像称得上宇宙霸主的存在 却是能轻易蹂躏 费晶王他们 费晶王 竹虫王 就算跨入宇宙尊者 也得好好磨礼一番 才能达到宇宙霸主层次 但是毫无疑问 这些生命层次 是普通生命数千倍的特殊生命 各个都是宇宙霸主的苗子 所以 北疆联盟 祖神教等等宇宙中 一等一的超级势力 对这些逆天 特殊生命都无比重视 甚至赐予至宝 罗锋却没注意费晶王和被山尊者斗上的那一幕 他直接落在最高山峰上 最高山峰也代表着最强的宝藏 据传乃是祖神亲自放入的宝藏 罗锋站在山峰峰顶 在周围都走了一圈 却没引起任何动静 按照正常规则 只要在某个山峰 如果符合条件 那么宝藏会自动开启 显然罗锋没引起这最高山峰任何变化 说明 失败了 这一幕顿时引起远处很多传承者的议论 特别是费晶王 更是难得露出私笑容 刀河王超90%概率就是罗锋 而罗锋和真眼 又是徒弟和老师 费晶王冷哼盯着罗锋 他当年虽然追杀罗锋 开始却没有怨恨之心 可被真眼尊者杀的实在是 太惨了 诞生以来 前所未有的贴近死亡 费晶王怒了 恨真眼尊者入股 发誓一旦成为宇宙尊者 定要第一个击杀真眼 而刀河王很可能是真眼的徒弟 加上真眼来杀他 估计就是为刀河王报仇 所以也令费晶王迁怒刀河王 真眼 刀河 费晶王默默念叨着这两个名字 费晶王 那刀河王失败了 他又去了第二高的山峰 路途上也逛了其他山峰 湖泊都没反应 抵达第二高山峰了 哈哈 没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旁边的几名传承者说着 费晶王却是笑容越来越盛 道 宝藏哪里是这么容易开启的 这108最高宝藏 可是祖神礁吸引历代传承者的 从宇宙诞生到如今 才42种开启 平均的很久很久才开启一次 条件那是极为苛刻 一个又一个山峰 一个又一个湖泊 罗锋不断飞过 降落 再飞起 降落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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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的失败 从第一高山峰到第六十高山峰 还将路线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逛了遍 便足足逛了十个多小时 不过对于不朽神灵而家 十个多小时也就是喝杯酒的时间 开启宝藏真的很难啊 罗锋道也轻松 这次来逛 本来就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想法 不管怎样 得试试 似乎仇恨我的一族有不少 罗锋飞向远处一座峡谷 一扫远处 这十个多小时 经常被围观 绝大多数传承者都是看热闹般 有些传承者或是嫉妒 或是怨恨 这些怨恨其实并非针对罗锋 更多是针对人类族群 因为人类族群乃巅峰族群 在宇宙中也造就了很多杀戮 一族杀 杀一族人类是毫不心思手软 一代代仇恨积累 的确有不少一族极度仇恨人类 哪个巅峰族群不是杀出来的 心思手软 根本没法成为巅峰族群 想要成为巅峰族群 就得抢夺资源 而抢夺资源就得杀 这是真眼曾经和罗锋喝酒时 说过的一句话 罗锋在宝藏之地逛着 中途还有一族飞到罗锋身侧 直接咒骂人类族群 罗锋只是冷笑 非我族群 齐心弼意 都是在为各自族群战斗 算不上谁对谁错 人想要在地球上生活 掌控更多资源 所以的杀死其他大量动物 甚至奴役若是人类不够狠 恐怕就是其他动物杀死大批人类 将少量人类抓起来奴役 道理一个样 这就是宇宙弱肉强食而已 罗锋内心何等坚定 哪会理会这些 就在这随便逛中 罗锋终于逛到了第106高的山峰 他也没抱有多大希望 可当罗锋刚刚一降落 在这106高的山峰之巅时 轰隆隆 整个山峰都震战了起来 一时间引起无数传承者看过来 紧跟着整个宝藏之地都沸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